今天的聊國際 我們要來聊的是日本的經濟 日本的失落30年 有可能再繼續下去嗎 或許在這今年 其實很多學者都有非常多不同的看法 有的是非常樂觀 但其實現在來說 悲觀的訊號好像是稍微多一點 因為其實現在日本的經濟 可以總結幾個字 就是錢少但是東西貴 很多人是完全不敢花錢的狀態 我們先來看到一些相關的數字 實際消費支出年減2.8% 其實已經連續7個月低於去年的同期數據了 還有他們手上拿到的錢 也都是明顯偏少 這個實際的工資指數下降了2.4% 連續18個月低於去年 還有核心消費者的物價指數 也就是我們說的通膨情況 來到了4.2% 通常我們說兩個百分點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通膨關卡了 而且目前看起來 短期之內沒有緩和的跡象 通膨率來了3.6% 而且實際的公司陷入了負成長 所以對很多的日本家庭來說 基本上所有東西都變貴了 但是他手上的錢變少了 當然完全不敢花錢 所以很多家庭的購買力 是明顯低迷的 所以說他們的這個 日本大和證券的專家就說了 實際公司真的要漲的話 要到明年的中期才會實現正成長 那如果大家都沒有錢買東西了 該怎麼辦 日本政府想方設法 好乾脆我發錢吧 我減稅吧 他們現在要推出一個是17兆的日元計畫 就是每個人可以減稅4萬日元 而且如果你是低收入戶的話 還每個人提供7萬日元 但是其實在這個國外的利率 不斷的往上升的狀況之下 其實對日本人來說 當然他們的負擔是更大的 尤其日本累計的債務 已經來到了經濟規模的260% 所以很多專家說 如果你現在在提供這種減稅計畫的話 恐怕會讓財政的健康更惡化 甚至有的專家做的更直接 這完全就是政治力買票的一個現象 那我們再來看到的其實就是 日本其實過去跟德國 基本上都是在伯仲之間 我們說的是經濟表現 但是INF現在就說了 他把2023年的全球GDP排名排出來了 當然美中還是大家料想當中的一二名 但是第三名是德國 第四名是日本 等於說其實德國衝上了第三名 但是其實真的是表現 德國的表現有這麼好嗎 因為在過去其實包括一年兩年的時間之內 德國都被說是歐中病夫 因為經濟表現並沒有太好 其實從實質的GDP成長率 大家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德國是百分之負的0.5 而日本是兩個百分點 但是為什麼明明是負的成長 反而超越日本呢 關鍵處在這邊明目GDP 德國的數字是比較高一點的 所以說很多專家說其實數字 就這個細節就藏在魔鬼裡面 就是數字 因為德國的明目GDP出現了碰風的現象 甚至以日本來說 因為我們知道日本現在日元非常的低 所以在匯率換算的時候 因為所有都要換成美金嘛 所以其實就出現了大幅縮水的情況 因為日本銀行都還是主要持續的推動負利率 那到底什麼時候日元才有機會 他的相關政策來做調整呢 很多專家就說了 目前日元的跌勢已經到底了 政府可能就會出手這場 不過這句話這種想法 我們也聽到好多次了 所以到底什麼時候 日本的政府會出手干預 也是很多專家在觀察的一個重點 而在德國來說 德國第三季的經濟成長 還是比去年同期向量的0.8個百分點 所以短期之內 日本可以還是險勝德國 但長期來說 日本的經濟成長跟德國相比 還是會比較疲軟一點 不過對如果你想要去日本玩的 觀眾朋友來說 接下來可能對你來說 還是一個好消息 因為日元又往下跌了 台灣銀行今天第一盤的現鈔 排告價0.2168來計算 如果換10萬元新台幣 可以換得461,254元的日元現鈔 那如果用5月現鈔賣出價的 小高峰0.2301來看的話 當時候10萬台幣 只能換到434,593元的日元 兩者的匯率比較下來 現在是可以多換2.67萬的日元 如果用一蘭拉麵1碗980日元的 豚果拉麵來換算的話 現在可以多吃27碗 那除了到日本吃拉麵吃美食之外 如果現在趁日圓的低點 先換起來的話 到時候還能買更多的紀念品跟伴手禮 而現在很多日本也關於說 我們有沒有機會看到愛子天皇呢 因為過去在日本來說 他們應該說現在也是 他們都會只傳男性 但現在可能相關的法令要做改變 當然跟政治力的操作也是有關係 主要是岸田首相他的民調陷入低谷 整體來說他的支持率是跌破了三成 對他想要連任自民黨的黨魁來說 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這會不會是他的保衛其色 因為他就點名說了這個皇位的繼承跟修憲 是不能再擱置的議題 但其實以全球的經濟來說 現在出現了零工經濟 但大陸有個新的名詞 叫做靈活就業 仔細介紹店裡的招牌甜點做推銷 也能用流利日文跟客人對話 李小姐原本是專門帶日本遊客的導遊 疫情影響之下 遊客減少也開始嘗試其他產業工作 病患肺炎 然後那個團就大量的減少之後 就忽然是覺得不知道要做什麼 就有一段是空窗期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不然我去打個零工好了 公司就叫我回去帶團 然後我就回去帶團 可是團量並沒有那麼多 可能一個月才一團而已 或者是兩團 然後人數也不多 然後我就想一想說算了 因為其實我還是可以先做些別的事 幫顧客裝成禮品包裝結帳 李小姐這三年也經歷不少打工 辦公室工作 直到半年前才到日本伴手禮店工作 也因此到日本受訓 有了穩定的工作機會 但人對導遊非常嚮往 我也很喜歡台灣 所以我想把台灣的文化 台灣的歷史 台灣的一些就是美食介紹給日本人 所以如果說今天團體進來很多的話 我想我應該還是會回去做我本來的工作 人生嘛就想要嘗試各樣的工作嘛 被疫情影響到工作的不只觀光旅遊業 還有餐飲類的員工 不少人因此離職 尤其轉投到外送平台的比例越來越高 即便疫情解封很多兼職part time的人 已經回不去原本職務 受到疫情打擊更大的還有中國大陸 經濟低迷 尤其青年失業率超過兩成 讓大零工外送網約司機等等 靈活就業人數不斷攀升 根據大陸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資料 截至2021年底 中國大陸靈活就業人數已經達到兩億人 發展服役的過程裡面 它有很多的勞力需求 那這些勞力需求有個特徵就是說 它的進入門檻其實不高 那在過去幾年的時候 他們的這些所謂的 媒合的平台也發展得很不錯 所以在這樣的趨勢下面變成說 要嘛我找不到工作再加談評 要嘛我努力一點 我其實可以加入很多不同的平台 然後去找到不同的工作 在大陸大約兩億 靈活就業人員中 外送員就佔了一千三百萬名 接近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一 等於是每一百位的大陸人中 就有一人是從事外送職業 另外有一百六十萬人在各種平台 從事直播相關工作 這樣的零工兼職時代 在台灣也有不少 根據人類銀行統計 目前網站上總值缺數是一百零八萬 其中兼職值缺有十八點四萬 佔比百分之十七 這樣的現象疫情後還有成長 在台灣本身來講 還是有很多兼職的工作 譬如說像店員 譬如說餐飲 譬如說自媒體 或者說行銷工作 或者說電銷工作 那這些我想就是非核心的人力 那企業體還是會用建制的人力 現在可能很多的上班族朋友本身 可能不見得要做一個 夫態的工作 那按照自己的專長 本身去累積自己的工作的這個形態 兼職打工成了新興的工作性質 尤其年輕世代不想被全職工作束縛 但專家也提醒 長期兼職沒有年終獎金 年假或是勞健保 這些都是得承擔的風險 對中國大陸來說 短期可以吸納失業人口 但長期發展恐怕不是件好事 這些平台所能提供給你的保障相對定 這不是一個我們常講的專業性的服務業 它比較沒有技術的含量在裡面 所以你後面要遇到這種所謂 要獲得很高薪資的時候 其實你是拿時間跟勞動力去換 那當然我想這樣子的狀況 對台灣本身人力資源來講 可能有一些隱憂 也就是說像半導體產業 或說像我們現在的科技產業 甚至於很多的民生消費產業 事實上現在都找不到人 長期對上班族專業的累積 或者說企業體本身來講 希望說能夠在人力資源上面 能夠正向循環 我們台灣如今面臨的是缺工問題 兼職打工比例如果再增加 對企業的專業人才培養 將成為一道新難題 TVBS新聞 余信翰 劉俊台北 採訪無動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